駐菲律賓代表處 最近在馬尼拉舉辦台灣日活動 喬務委員各地台商協會成員 及非國民眾超過百人參與 其中非國前衛生部長歐納 更特別出席 為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發聲 20號將在瑞士日內瓦 舉行的WHA 台灣已連續三年未獲邀請 歐納感到非常遺憾 她認為台灣對全球衛生貢獻良多 世衛組織WHO鼓勵台灣 是基於政治而非醫藥衛生考量 希望WHO重新裁量決定 我希望關於健康健康 尤其是全球健康健康 我們能夠避免政治的困難 或違法在國家中 在那獨特的地方 我非常支持 希望台灣的確保 不只為觀察 但也能夠在世界健康健康 朱菲代表徐沛永 對非國前衛生官員仗義直言 堅定支持台灣參與WHA 表達感謝 他們也特別提到 菲律賓在推行全民健保的時候 台灣是最好的一個範例 可以跟台灣來學習 因為台灣的健保制度 是在全世界模範 這次台灣日活動 朱菲代表處結合觀光 表演及台灣美食 讓菲國友人享受台灣風味 也藉此帶出 台菲依偉合作的重視 講演奏 引出 台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